在德物这个软件上面入手的手表到底靠不靠谱呢 到底真不真呢 大胡子这一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我是大胡子 现在的话 已经是在江门这边了 然后拿一个劳力士的116519 这是一个转客贝母面 二手的 白金 胶带迪通拿 这一个款的话应该现在会比较少见的 毕竟他贝母盘的话已经是停产 这一个款跟 陨石面如果你是走在大街上的话 应该是相当很难看得见的 本来昨天晚上跟这个表友谈的时候 他是 跟这一个款还有新款的那个 转客的 水泥灰版但是对比之下感觉还是喜欢这个贝母盘面 刚好也是在 网州附近的 同行直接调货的了刚好看到就直接 帮他过去检查好没问题就直接拿过来了 多话不说先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贝母面 到底有多好看 这一个邀请 回来 习近平 0月 5月 1日 3月 5月 9月 5月 1日 9月 5月 5月 6月 5月 10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9多一点的行情 不过现在行情的话应该是 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它具体涨了工价之后 只有那个全新的行情是赞稳一点的 就算它二手的话 其实相对也是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行情 然后呢我们再顺便说一下 最近大胡子也有在研究德物这一个平台 之前好久之前一期 有跟大家做过一期表友的开箱视频 是一个表友在某屋上面买的一个白炭二 那个时候检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我们这一期视频主要说一下 在德务上面买表卖表 出表的时候呢 到底这个平台靠不靠谱 真假的话其实很显然的 像这种大平台的话 它不会说不至于会说 这么贵的东西去来欺骗表友 正常是不需要的 他们都是有更加专业的人士 在上面做鉴定 或者去提灯订损的 这个大家放心 只要是大几率在德务上面出来设视频 应该是不会有假 所以真假问题一方面大家不用担心 大家这一期视频呢 主要大胡子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APP到底靠不靠谱 就我不是针对说 这个软件啊 这个平台啊 我只是在一些表友的经济方面听回来的 然后我就总结给大家的 大家听听就好 单纯的就做一个分享 如果大家以后要在这个平台上面入手的话 也就注意一点 大胡子呢 有一个表友啊 前几期视频有说过 他很多劳力士 很多很多很多劳力士 然后呢 他因为在专柜拿到了一些未使用品的手表 但是呢 他有一些款式 他是不喜欢的 要么平常就直接发过来大胡子这边帮他寄卖 要么的话就直接扔德物上平台 平台上面出 因为有一些表的话 有时候给的太底 就不一定真的能帮他卖得动 之前的话是帮他寄了一个沙士圈 还有一个熊猫底 但是这两个表呢 其实都很不愉快的 怎么说呢 他寄过来的时候 我帮他拍完照的时候 其实是表是没有问题的 当场的话 我就把他打包回去 然后放保险柜的 正常来说 好多表都会在大胡子这边做寄卖 一般来说的话 我每一次收到 拍完照就立刻打包的 就算如果真的有表友要过来上手 或者怎么样 要看的话 我都会小心翼拿出来 但是未使用品的话 就一定不能上手 毕竟是别人的财产 还不是属于我 也不是回收的 而且你就算上手的话 也会产生一些焊剂 什么之类的 后续 就算如果是走鉴定的话 你也很难说得清楚 到底经历了什么 对吧 那个时候的话是五月份了 上两个月 那个时候他出了一个新款的熊猫底 还有一个沙士圈 寄过去他们某屋平台上面呢 其实那边已经谈好的 它有价格再发过去 收到的话就发现这一个表 一个是熊猫底的外圈 金属外圈 陶瓷外圈 它竟然有一个小颗 然后还有那个沙士圈 就是它五点钟方向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大刮痕 正常来说 如果像我们肉眼的话 都已经很容易能看得到的 他们就直接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个表有瑕疵 要么就这样一个大的价格 要么的话就直接退回去 这个表有的话 那个时候降了一点点价 但是那边还是提灯进水 确实是出不了 然后又寄回来 我这边帮他出了 你说当中过程中 到底是谁的责任 到底是谁发生 产生了问题的话 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确实也是 公说公有理 婆做婆有理 一般表有过来的话 我就都是直接包好膜 所以我百分之百确认 应该不是我的过错 就算说 昨天有一个表有 在我这里订了一个黑胶海马 我那个时候卖给表有的话 我专门拍了个视频 给表有过目的 然后因为反观 我那个时候 戴着眼镜也没有仔细看得清楚 但是我发出去的话 是已经留有底的了 那个时候表有收到了 胡子哥这一个未使用品 但是你这里有一点点刻 他说有个小刻 应该是我检查的过程中 没有注意得到 但是其他表框都没问题的 我就说你直接退回来 我重新帮你订过一支 但是因为这种留底的话 我就知道到我出去 就算我没有仔细看 但是我拍视频给表有 确认是在我这里出去的时候 产生的问题 那我就立刻帮他去退换 但是如果去到 这个平台上面的话 那就是他说有理 就是他说有理的 因为我也在其他表有分享 在某屋上面寄售的时候 他也有说过 就是说 也是一个全未使用的表 到去他们那里呢 因为他们是能掉视频什么之类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视频 他们没有放得出来 他是有员工的痕迹 去有弄到过的 但是具体的话 就不跟大家说了 就是说 他这个手表 寄过去的时候 有员工去弄得到 但是他那边一口咬定 一定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表友自己的问题 后面的话 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这些我们也具体知不到 然后的话 我也看到有一个表友 就是他在这一个平台上面 他买过一个表 就是但是呢 他拿到的时候 发觉食物 并不是很合适自己 然后他就直接退回去了 因为这一个是未使用品的表 但是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又开始提灯定损 发现这个手表 应该是在运输过程中 或者什么过程中 这个表 有产生了痕迹吧 就是一些毛滑这些 但是对于 如果像徐步天这些 这么严格的机构来说 他们都会说 像这种携带痕迹啊 存放痕迹运输痕迹 都属于比较常见的 但是在他们那里的话 就只能提灯定损说 这已经是属于瑕疵品了 不能退 或者是扣钱 这样子 那这一个 那这一个表友 就肯定心痛啊 就没办法 协商了多次之后 也就只能退扣钱 然后再退回来了 然后呢 我也有在这一个APP上面 在这个平台上面 也有看了一下 就好多表友 有时候就会拿那些 某这个平台上面的 那些欧米家的行情啊 那个时候他说 我整个怎么 我在表上这里问得到的 基本上都比这一个平台 贵了个一两千的行情呢 那我到底 应该在德务上面入呢 那个时候 我没有太了解 我就觉得牛逼啊 这个平台 它居然比我们 还要便宜一两千 我算了一下 这个表正常是 已经去到这两万八千多拿货 它在上面一个海马白胶带啊 卖到 也是卖两万八千多 它卖价就等于 我们拿货价 我觉得应该是有猫腻吧 然后我点开准备购买的时候 它就会有出现一个 二十年一到几月卡的 如果一个手表 你购买它的时候 只知道它是未使用品 但是你不知道 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就算你觉得占了便宜 尤其是像欧米加这一些改卡 还有那些空白卡的手表是很多的 我也在一个某书上面看到 有一个表友 应该是最近几天吧 它就在上面 平台上面购买的 89字头的编号 然后呢 但是它保卡上面写的是 24年的保卡 正常来说 8988的话 不是最近几年的保卡来的 是前几年的保卡 最近几年应该 就是去年的话 是8384的字头 今年的话 24年采用了A字头字母开头的 这样才是24卡 就算你再远的话 再怎么欺骗的话 你最多也就是一个84字头啊 但是你说去到89字头的话 那就远的有点过分了 就是说 如果我这一个是库存品的手表 空白卡的 我写上去 你也不知道对吧 就算你是走 鉴定这一个机构的话 他们也会告诉你 这个表确实没有读改过 因为我是后填的嘛 但是字头 但是我只要确认 我建议了手表保卡 或者手表是没有问题就行了 其实这种只有是内行人 才能知得到的规则 所以如果有研究过 保卡的这一些表友的话 他们就很清楚能知得到 但是有一些 他觉得太便宜 上面便宜这么多 一两千 那我还不如直接在平台录人 但是到后续出手的话 表上一眼就能看得出 这一个是后填的保卡 又或者只能说 比正常的日期对应的保卡 对应的编号的话 会更低一点 然后我也看了一些 劳力士的入门款 像那些水鬼系列 这一些就很热门的了 正常来说 如果例如一个黑水鬼 有力的黑水鬼 行情是已经接近九大万了 但是在他那里 居然比行情便宜一个两三千 然后我点进去了一下 二三年的保卡 未使用品 那当然了 你就既然都说 二三年的保卡了 未使用品 那便宜一个两三千 也算正常 如果是去到二十年保卡 他不会明明确确的告诉你 这是几个月的保卡 我觉得这样就有点 互动玄虚了 如果我是一月的保卡 就照样卖给你 对吧 因为他劳力士跟 欧米加不一样 劳力士只要他是一出柜的 他就一定会填好保卡 然后后台有记录的 所以这个是改不了 但是他这个平台 他想挣钱 他就只能先不告诉消费者 这一个是什么时候的卡 让他有找表的时间 然后再去出手给你 这样中间的利润就够了 我虽然卖的低 但是我只要卖保卡 往前的就行了 甚至他们出给你的时候 也不会说 先不说保卡的日期 然后我们也不会说 这个手表 附件有没有齐全 如果是去到一些大表 又盘面多的那些大表 像余文乐 小怪兽 雪尼辉 这一些的话 然后烟熏绿 滴滴这些的话 尤其是有几个盘面的那种大表 他甚至有可能会说 少一个白吊牌 什么之类 其实正常 有保卡的话 五年联保全球 这是默认的 但是有没有白吊牌 我们在我们表上年底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定则的 正常来说 少了一个白吊牌 如果有结果表带的话 那默认 是外卡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那中间的话 就会稍微有比较 可观的一个差价在那里 在这一个平台上面 出奢侈品的 其实大部分是个人卖家 在出手的 就是说 例如有一些表友 他在国外拿到的手表 他就放在这个平台上卖 又或者有一些表友 他在国内去入手了 这些手表 他不喜欢 他不想要 或者他想刷消费 他就直接放到这个平台上去卖 然后这个平台 根据这一些入手者的期盼入手价格 然后再去帮你安排这些手表 像一个黑水鬼 行情是99000的 你期望入手 价格是97000 行 我就帮你安排一个23年的 但是你入手的时候 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日期 它最多也就只能告诉你一个具体年份 但是具体月份呢 有没有付现齐全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总结了一下 像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这个平台靠不靠谱 其实就是大家就识认识 分享给大家知道的 或者我觉得这个平台 给我的感觉就是靠谱一点 大家也可以在这一个平台上面入手 但是就是需要确认的是 你怎么也要跟这个售后服务 或者那些客服工作人员 问清楚这个什么 什么时候的保卡 然后呢 附件有没有齐全啊 什么之类的 既然他能提灯定损你 那你更加应该细致一点 以后你也有机会提灯定损他 对吧 好了 这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后面的话 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今天回收的这一支126718吧 全金的GMT 也给大家欣赏一下 好了 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一个全金GMT吧 拉近一点距离 正常 其实 如果各位表友在别的表上 手上面买表的话 估计就不会有大胡子 这样子拍视频 这么清晰的 真的想都不要想太多 如果在大胡子这边 看到视频是4K的话 那他们的就基本上是480P 现在这一支23年二手的行情 也就28多的行情 我一般我给表友的价格的话 都是挺OK的 做不到 毕竟做不到全同行最高啊 但是相对价格还是比较实在一点点 好了 这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表友有什么明表行情之心 或者购买建议 都可以随时联系大胡子聊聊天 唠唠课 拜拜